妮子 待我将你收服 就无人再收我灵霄牌无能了 这是我门中之事 你这个外人来做什么 不要命了 快走 别管我 无论我是什么样的身份 都不会对恶人置之不理 不为什么 就为除害 身上没有半点修为 你竟不是天师 还真是不怕死 好啊 你们这两颗内担 我都要了 回去告诉先老爷 让他家小姐 穿戴好凤冠侠配在闺房候着 明日午时 我亲自上门迎娶 继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 公子终于想通肯嫁给我了 竟敢耍我 优优独播剧场 这是哪家的胭脂啊 这么难擦 看你秃小红嘴唇的样子 也挺可爱的嘛 我看美色不淑桃姐姐 简直是仙女下凡呢 干嘛这么着急换回去啊 我还想让一末好好看看呢 全部都是你出的搜主意 还不是因为你想保护你的师妹 说猫腰的腰力深厚 怕伤到她 要不是为你散解了修为 只能小猫小狗算什么 好了 你之前也没少折磨我呀 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啊 当时可是没少折磨我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要把你今天的经历 全都记录到红尘录里面 周腰天师唐舟 虎落平阳被猫七 展开